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座皇城似乎就处于一个方形的连环套之中 环绕着这座方圆近四平方公里的城堡 还有一条人工开凿的宽宽的护城河 正因为如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 这座宏伟的皇宫显得格外分严神秘 它并非像外国宫殿那样一目了然 而是通过繁复的礼仪规矩 以及行进中的一系列失控变化 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于是前来朝拜的臣民们 从内城的南大门 正阳门开始 走过长长的天阶 再通过天安门 端门 武门和太和门 才能进入正殿 这五座大门上都排列着横竖九行巨大的门钉 它们和故宫中的其他装饰物一样 蕴含着某种象征性 中国古人深信九五之尊的思想 为了体现皇权的至尊至上 故宫的大大小小建筑中 处处暗合的九或者五这些数字 古老的文化与古老的建筑已经融为一体 武门是一座幽字形的高大建筑 门前宽大的广场可以容纳两万多人 明清两代王朝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国家大变 而更多的时候是群臣跪在地上接知写恩 太和门是进入故宫后的又一道大门 从太和门遥望太和殿 在高达八米的汉白玉石台基上坐落的 就是太和殿 它是君明天下的象征 也是威延皇权的象征 太和殿俗称金鸾殿 它位于故宫整个建筑群的中心 太和殿也是故宫中最高大的建筑物 皇帝的金鸾宝座 安置在大殿中心的一个高约两米的金雕细刻的基座上 巨大的72根楠木柱子支撑着这座巨大的殿堂 而象征着天子形象的龙 在皇帝的宝座上 太和殿的柱子上 屋顶的枣井上 大殿门窗上 以及汉白玉栏杆上 几乎随处可见 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至尊至大的威延气派 也充满了天人合一 君权神兽的意味 太和殿与中和殿 宝和殿 组成了故宫建筑群的外朝三大殿 这里曾经举行过皇帝的婚庆大殿 更是皇帝召见群臣行使权利的主要场所 为了满足皇帝各种生活的需要 三大殿的后面还开辟了生活区 建起了一系列的建筑群 九千多件乌鱼 共同构筑起这个巨大的皇宫 这里成为现存最大的中国古建筑群 故宫是建于公元1406年 在漫长的岁月中 这里曾经上演了一幕又一幕 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 先后有二十四个皇帝身居其中 他们正是从这个城中之城发号施令 颁布圣旨 统治着世界东方的这个大国 乾清门是故宫中的一道界线 它的前面是高大巍峨的外朝建筑群 注目而又森严 而故宫的内庭 也就是皇帝日常生活齐居的后院 从乾清门开始布局紧凑 功能齐全 乾清宫 焦太殿和昆宁宫三大宫殿 依次建在中轴线下 乾清宫在明代和清初 是皇帝居住的地方 清朝的雍正皇帝 一改老祖宗的习惯 处理日常政务和生活齐居都移到养心殿 以后的皇帝一直沿袭下来 昆宁宫在明代是皇后居住的地方 到了清代 皇后已经不住在这里了 昆宁宫的东暖阁 是皇帝大婚时的洞房 房内靠北墙 是龙凤席床 床上挂着五彩纳沙 白子曼 上面绣满了一百个儿童 这个白子图欲着多子多福 不过皇帝婚后在这里只住三夜 以后就迁居到东西六宫中指定的一个宫中居住了 实际上规模宏大的故宫建筑群 是按照宇宙的中心来设计建造的 天、地、日、月、星辰等等 故宫中都有对应的建筑物 如乾清宫象征天 昆宁宫象征地 东西两侧的日经门、月华门象征日月 东西六宫象征着十二星辰等等 皇权和神权在这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故宫内庭还有花园四座 这些花园深藏在故宫之内 面积都不大 精致小巧的皇家园林依然别居一格 玉花园是故宫中最大的花园 这片园林景观在曲折多变中还保持着均衡与对称 这样既能与整个故宫建筑风格协调统一 拥有绚与多彩的园林景色 他们为森严的故宫增添了一些大自然的绿色 故宫中长期收藏着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和举世无双的珍贵文物 远古时代的青铜器做工精美的中国瓷器难以数据的金器银器 价值连城的玉器等等令人目不下截 以真龙天子自称位尊于万人之上的皇帝 曾经把天下所有能搜刮到的西式珍宝都集中到了自己的身边 真龙天子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放了 故宫如今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博物院 人们在这里得到的是审美的愉悦与似乎的遐想 故宫的亭台楼阁在北京城天际线上做刻画的辉煌投影 在人们的心目中将留下长久而又深远的回想 排的是谁啊